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宜佩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8月22號 星期六的下午5點鐘 歡迎收聽 POP有夠勁 我是宜佩 好 今天節目內容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 聽到一個日霸不能 因為我們今天請來了 全台灣 我真的要講說 他是第一個最資深的導遊 而且很會說笑的 然後所有的死的 都可以說成活的 好不好 活的還可以說成活靈活現 我們今天請到一位 很厲害的導遊 大家來期待一下 但我們今天的 這個重點要放在哪裡 因為他最近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是跟台南有關 所以就來分享一下 幾個台南有趣的一些 小常識小知識 譬如說 每一年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國慶煙火對不對 大家知不知道 在今年確定2020年的國慶煙火 會在台南的漁光島舉辦 為什麼漁光島會雀屏重選呢 比如說它有美麗的海灘景觀 周遭也有滿滿的歷史古蹟 而且聽說漁光島這個地方 離台南火車站又不遠 所以成為了網美拍照的景點 所以希望大家今年國慶連假的話 既然都要去看一下這個煙火 可以安排一趟台南的小旅行 所以其實台南市政府也規劃了一系列的 譬如說旅遊觀光的景點 譬如說漁光島啦 關系平台啊 安平港區啊 將軍漁港七谷岩山 大港關海橋 還有遠水西邊高灘地 台南大學七谷校區 還有曾文西海岸等等 好我為什麼要說到這麼多 原因是因為 今天我們來了這位來賓很厲害哦 因為他出了這本 欸這本書就是這樣放在那個書局啊 放在那邊你就會覺得說 哇真的有人敢出這裡的書 因為通常你要出到台南哦 台南人要有十個 你問他說台南有哪裡好吃 他們永遠都會有他們心目中那一幾個 而且可以講出一整套歷史 還可以講出他是從什麼年代 每個人台南人都太會講 所以他敢出台南的書 我們真的要聽得好好來講講 出了這本書叫做來去台南 去是很趣味的去 請到的就是這位作者 也是台灣的資深大學 大家好我是凌隆 歡迎凌隆 余佩空中聽眾朋友 下午好 欸你會不會覺得 丞翰點模仿你真的撈了滿多錢的 我不知道欸 我哪有像丞翰點那麼中高在那邊 你好我是凌隆 凌隆是我哪有 我緬點都很了 你真的沒有這樣子嗎 可能是因為我那時候在中天 有個節目叫新美食任務 前面的那個影片的前面 我們那個導演他說 我要把你塑造成台灣的金凱瑞 叫我這樣子講 他可能是抓住那個神印吧 其實我很嚴肅 我很內向很內斂 你跟金凱瑞到底哪裡有像 我不知道啊 爆牙 所以你是怎麼介紹自己那個時候 怎麼會被這樣模仿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玲瓏本人 可是我之前都一直 一直被撼點在模仿你 就是太洗腦了 因為我在介紹地方的時候 因為都會有寫腳本嘛 但是我腳本看了之後就丟掉了 然後導演也說 好隨便你玩 所以每一道一道 各位親戚 鄉親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記得 你們要來幾包店 不是要打滾湯 不然你家人 有一個最多有海味的地方 什麼地方 爆米香 新牛水彈彈 靠地打一張 新唱的爆米香 結果這個神印 大概就被漢典就抓到了 有欸 你後面那個葉跟漢典模仿你很像啊 其實它是很會抓精髓的藝人 真的 然後再把它誇張成 不是玲瓏的玲瓏 但是就是玲瓏 我覺得這個段數很高 很厲害啊 如果完全模仿一模一樣 那就不是厲害 它很能夠創新 對 而且它會把你的那個特點 再把它放大 人家是模仿小天王好嗎 哎呀 真的厲害 太厲害 但是喔 玲瓏在當導遊當了多久了啊 30年 所以你今年到底幾歲 30出頭 真的 出頭啊 一直出 出到哪裡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你平常就是 非常開朗 然後接觸很多人群 所以你其實看起來好年輕 我來自台東太武山的山上 有一句話說 山性死人社 水性死人通 主社的社 不是社卑卑的社 山上人都比較避暑 因為在山上很封閉嘛 來往接觸的人不多嘛 那你住山上不是嗎 太武山的山上 山性死人社 主社的社 水性死人通 海口人 人家你如果沒有那裡 你就不要去台西 不要去台南 海口人 就是五五四海 每天航海出去之後 然後各國的人來來往往 然後又會做生意 所以就五湖四海 水性死人通 那我在山上的地方 小時候很窮 但是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做窮 因為我們沒有7-11 我們沒有名牌 沒有cucci 我們大家都很窮 我們是快樂的布丹 所以說就造就了一個 樂天之命 然後呢 這個 新安芒 無穩 姓丁 菜更香 無求品更高 就是一個樂觀的個性 了解 後來我來到台北 我才知道 媽媽這 原來那時候生活真的很苦啊 是 那包括自己一個人 那時候一家會計師事務所 請我一達的公讀生 跑外面 兩家會計師事務所 然後 現在才知道 排花運面是那麼累 但是以前不知道累 是 因為 不知道什麼叫做累 是 因為 不知道什麼叫做煩惱 因為不知道什麼叫不快樂 我就是這樣子快樂 所以說這種個性 莫忘初衷 不是我莫忘初衷 這血液在我的DNA裡面 就是跑不掉啊 不是啊 你剛不是講說 那個住在山上 看避暑嗎 我怎麼看不出 你哪裡有避暑 那是後來被開發的 開可能很深喔 一路上在轉彎的地方 都有非常恰當的貴人出現 那你原本就是口條好的人 不不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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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誤會就大了 這是訓練出來的 完全是訓練 真的是訓練 我本來是國中 畢業 也沒有畢業 畢業證書差點老師不給我 因為我手摔傷啊 腳摔傷啊 國中下學期 期末考都沒考啊 老師問我說林金龍 本名叫林 林金龍 還要不要考高中 哪有 我們這邊哪有人考高中啊 國中就最高協力了 畢業證書給你不要拿嘛 對 後來就拿著畢業生 就到台北來工廠啊 把我接到台北來也是一個貴人 雖然他是地下工廠 是 做紀念章 他就是我的夢母 是 夢母三千 夢母三千嘛 他從台東報這樣給簽上來 是 然後呢 在地下工廠做了兩年多 嗯 然後慢慢的手可以開始動 一樣是在做紀念章 我是聽到台北 那個同事 有三個女生的工讀生 台北人講話好有水準哦 講國語呢 哇塞 哇靠 哎呦 好有水準你知道嗎 哇靠哪裡還有水準 所以我言自明的句話說 你不了解我的明白 对啊 你不了解我的明白 你不知道 什么叫做 被壓榨的弱勢族情 那時候我的年代 是不能講國語的哦 所以覺得講國語 就是很有水準 是 所以聽到人家女生講 哇塞 哇靠 哇我要來學國語 嗯 因為這樣我才去補習班了 把工作辭掉 因為有一點錢了 存錢了 所以你是不是去補習班學國語 啊沒有 要考高中 要考高中 拼了三個月 嗯 夜以繼日 日以繼夜 結果我要考上人家台北 閉著眼睛 用左手就可以考上了 一打高子夜間部啊 嗯 會被開發 第二個貴人 就是我們一個學長 拼學兼優的第一名 啊就這樣帶著我到 圖書館裡面看書 哎我第一次 看完一本書 那時候禮拜六 還要上半天班 對 帶我到那個 中國青年輔社去學日文 像國青年福音書 哦 學日文 好厲害哦 然後呢 又帶我去補習班 有一個彰化師院 應該是彰化師院的那個 老師叫李士忠 寫口才訓練 是 口才訓練完了之後 他帶我去 學那個烏佩麗老師的企業口才 哦 哎他真的是你的貴人 是貴人 然後再來是高二 高二有一個很混的老師 卻也是個貴人 嗯 那第一節課上 各位同學 今天老師要教你們的 是商業改晚 第一號的念第一段 第二號的念第二段 預備 開始 哦 啊大家在那邊念念念 然後呢 嗯 好題 拿起你的B 整個滑下來 我考試就考這一題 嗯 接下來我二十三號 嗯 二十三換到我 哇 不聊啊 我就拿起來 1788年 乾隆51年 清廷派遣散甘總督 胡康安渡海平定天地會 這是林爽文事件 那一段念完之後 他说 整個同學不錯 如果你們有演講比賽 就要找這個林 這個同學不錯 如果你們演講比賽 我們本來班大家都睡去了 對不對 忽然間聽到這個 大家笑著睡不著了 嗯嗯嗯 這個台灣國語林金龍 對啊你還可以演講比賽 說時遲那時快 下一節課就是我們導師的果文課 對 手上拿了一張 那個演講比賽的單子 就要往我們班長那邊走過去 嗯 來班長演講比賽 你去 我們班全部說 老師演講比賽不是他 那是誰 林金龍 隔了兩週之後分數出來 然後再周會 你知道周會是幾千個人耶 對 演講比賽 第三名 第二名 第一名 一年一班林金龍 本來在喊第幾名 第一名 那個一千多人 一聽到是一年一班男生 下午翻天了 怎麼可能啊 你竟然第一名耶 對 然後呢 這一屆的第一名 還有一位王秀華同學 幫您會主席 所以你跟他兩個 兩個人同時 兩個人同時 然後我們男生班的教室 從來沒有景旗 什麼衛生啊 什麼景旗都沒有 第一面景旗 演講比賽冠軍 而且是女生取的耶 所有的女生同學 經過教室的時候 我們男同學都在外面看 你看你看 演搶比賽 演搶比賽 演搶你知道嗎 演搶的冠搶嗎 對啊 就演搶比賽 演搶比賽 在消會我的台灣國語 聽眾朋友 你聽到他前面講這個 我完全覺得他可以 去主持一個 一天24小時的廣播劇 因為他完全 重點都比我短話好不好 他出了這本書叫做 《來去台南》 裡面寫些什麼內容 廣告之後 再來問玲瓏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ub Radio 是我養起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ub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8月22號星期六下午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 《Pub有夠勁》 我是宜沛 在我們節目現場 是出了這本書 叫做《玲瓏的寶島旅行》系列 三 然後就是三 這個第三集是《來去台南》 在我們節目現場 就是資深導遊玲瓏 好 我要問一下玲瓏 因為你之前 你出過台東的書 你是不是出過《花蓮》 有 《花蓮台東》 因為都是你的故鄉 跟故鄉旁邊 那你怎麼第三本 要選台南這個地方 我一直有一個企圖心 要把台灣的每一個縣市 都把它寫一本書 但是我覺得到台南 我一定匹匹串 因為寫這本書 寫了兩年多 然後呢 對 然後這個 幼原本來正常的 結果現在老花到 1.0是正常 算是0.4吧 因為這本書 所以你的視力變到0.4 寫了兩年半 接下來叫稿 一稿二稿三叫 再叫再叫 都不能睡懶覺 眼睛都看花掉 其實你也知道 我們到這個年紀來 其實我們在做團體 隨便做個一兩團 版稅就有了 對啊 但是為什麼還要這麼認真寫 對啊 那個廣告是說 這是要做給我們前人 吃的料理 對不對 我這是寫給恩人看的書 有一句話說 教人生 教人死 沒人要教人做生理 對啊 但是我把我 所能夠擠出 吃奶的力量 吃奶不是現在 結了婚 是以前小時候 吃奶的力量 把所有的 我覺得這個是精髓 都把它寫在這本書裡面 那不怕人家寫 不怕人家看 巴不得你來寫 我第一個希望 我是想要寫給誰看呢 导游 跟你同行的导游們看 因為台南 很難 台南很難 不是難台灣之難 是你要解讀台南 很難 台南有很深厚的底子 動輒兩三百年 將近四百年的一些 文物 歷史 古蹟 講到台南 比如說 老一輩的台南人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他會說 我來做夫生 一夫二六三萬家 那是一種優越感 有一句話說 愛娶家妓 愛嫁台南紅 想做 因為嘉義的女孩子 嫁妆一牛車 為什麼嫁給台南的老公呢 因為文峰鼎盛 毒書人 毒書人疼老婆 了解 有一句話說 你如果嫁給賭博的老公 贏錢 今天大雨大落回來 書錢兩根 衝回來 對 嫁給賭博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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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嫁給賭博 三個 你沒吃 也輕鬆 文人嘛 讀書人 懂得疼老婆 懂得照顧家裡 三天沒有吃也無 覺得輕輕鬆鬆的 是 對 真的嗎 我一餐一餐沒吃血糖就降低 就開始飲了 那是你個人特殊啦 所以說台南 它有非常 台湾唯一僅有的一個生態景觀 黑面疲露 黑面疲露 對對對 就只飞到這個地方來 而黑面疲露不是我們台湾的東西 它是全世界的 本來一千八百多隻 現在變成兩千多 曾經有一年 有一隻生病了 我們沒有跟他保護好 人家竟然控訴到聯合國 台湾沒有盡到該保護的責任 然後呢 有一個叫什麼 什麼301法案什麼 人家要制裁我們 這是國際的剩下沒幾隻的東西 你到這個地方 你要好好保護他 好好保護 因為你是文明國家 所以要好好保護黑面疲露 對 你一定要好好保護他 了解 所以他只會飛到台南是不是 對 就是那個曾文希的出海口這一帶 每年這段時間過來 黑面疲露我就 我又特別寫了一張 是喔 黑面疲露台語叫做 我不知道 黑面疲露 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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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露的時候 那個叫做飯食對不對 對 台語怎麼講 疲露 疲 疲 疲 有一種蛇叫做 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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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喔 到底怎麼唸 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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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他在密食的時候 他必須整個頭 栽進水裡面 然後他就像鴨子一樣 他那個鴨子是細細的 牙齒在邊緣 那就在那邊咬 然後有小魚啊什麼 被他給拉到了 就被吃掉了 對 所以說你看喔 他那頭是鑽在水裡面吃 在那裡拉 拉杯嘛 黑面拉杯 那後面他的獵物過來 要吃他要抓他 他根本不知道 對 所以說相信之下 他會只是綿延後代嗎 不會 很容易被滅絕 對 所以他很聰明 他就會盡量飛到 有白鹿絲的地方 你有沒有自己在鄉間的時候 騎腳踏車 騎摩車 開車也好 忽然間什麼都沒了 忽然間很接近 白鹿絲飛掉 對 有沒有 你還沒到他就先飛掉 因為他很緊潔 是 那白鹿絲吃東西 他的脖子像一個S型一樣 蛇型雕塑 然後他在那邊移來 這樣子 所以他是眼看四面 二聽八方 所以一有過人來什麼 白鹿絲會先拍走 那他們就會緊接到 就趕快飛走 所以等於白鹿絲他們糾察隊了 他們先看到了 然後他們就跟著白鹿絲一起 是啊 我又寫白鹿絲 白鹿絲 為什麼 他停在水面上的時候 經常會把一隻腳縮起來 為什麼 大哉問 然後為什麼他要把翅膀打開 然後 經濟獨立單腳站在水裡面 因為 夏天的時候 我們會很熱 裡面的雨在水裡面也很熱 雨就會游到岸邊的樹下樹叢裡面 然後呢 那個白鹿絲的脖子長長的 就會站在岸邊 然後等著你 所以雨知道說 但是不瞄 遠遠看到 他們都會在那邊等我 我就不敢過去 不敢過去 白鹿絲你不敢過去 那我來 我就站到水中央 然後抬起一隻腳 為什麼抬起一隻腳 因為 雨會看兩隻腳 是小鳥 一隻腳是一隻樹 一棵樹 然後呢 它翅膀就張開 又可以遮印 你認真 真的 你這個是認真的嗎 真的 你是說一隻腳 這邊有三個實習生 對有三個實習生 他聽眾喔 對你等一下 他們會回去跟同學講 白鹿絲的故事喔 真的 然後呢 它翅膀一睁起來之後 就可以變成樹蔭了 一隻腳樹蔭 那小鳥一來 有沒有 雨越過 所以我下次去上 陳哥的全明星攻略 如果考這題 我可以回答這樣 真的 就是一隻腳 是因為以為是一棵樹 對 然後它的翅膀打開 就一次樹蔭 所以雨會以為它是樹 沒錯 所以就會靠過去 它就 就把它吃掉 沒錯 這是真的正確解答 信主德永生 信玲瓏講的這一段 你絕對不會錯過 真的喔 你會讓我答對 對 你到底要不要講台南 為什麼會扯到白鹿絲 因為這個也是我書本裡面 講的 對 書裡面有寫的 也就是說 大家覺得不怎麼樣的 一件事情 對 但是經過導遊 有的 沒有的 五四三 叉科 打混之後 會讓你覺得 真猝味 對 會引起你的興趣 沒錯 你現在覺得興趣 理科聽了也會醋味 對 為什麼說帶台南團很難 就是 為什麼 每一個帶台南的導遊 都剩在等 因為要被歷史 被年代 然後又不能講錯 經常 我們團裡面 身長會有老師 老師經常 都是他站在台前 忽然間他坐在遊覽車那邊 聽你講說 他是一下子不能適應不來 一講說 你張揮打夜揮 劉備打劉邦 他會跟你吐槽 對 那我們就念了很多書去之後 巴不得要好好 全部講給人家聽之後 結果理科會說 導遊 我們是出來玩的 不要給我們上課 好不好 好 出來玩 出來玩 好 我們就要 北客人五四三 盡量去玩就好 開始有人選了 這個導遊沒有讀書 沒有做功課 對 所以說要再 要讓你覺得 我很認真講 但是又覺得 讓你不會覺得 很無聊 又很趣 然後自路性的行銷 台南 這個難度就很高 不用怕 三十年的導遊 把我覺得 這樣子 客人一定不會讀過 不會覺得武器 我通通寫在裡面 而且你在這個書裡面 有好多 用好多這種 然後還有一些 台語的發音 在裡面 就很像是 你會聽玲瓏在講話 然後把你的樣子 全部都放在 這本書裡面 很有趣 你裡面寫很多 就是冷笑話 其實我發明了 很多現在 大家在流傳 比如說 我隨便講一個 台灣五大山脈 雪中遇阿海 雪中遇阿海 我們考三個小朋友 五大山脈 雪什麼山脈 雪山 中 中央山脈 玉 玉山 阿 阿里山 海 海 海岸三漫 漂亮 雪中遇阿海 就是記得 你看不是背下來了嗎 玲瓏花明的 好棒 下次趕快去跟同學講 雪中遇阿海 還有 網路上流傳 這個都是我講的 你看這個就是我 我講出來後來 在網路上流傳 就是這樣 很可愛 還有比如說像我書本裡面有講 台南有三大特色 三加一 生態 就是黑面疲路 什麼這些 生態 歷史 人文古蹟 再來是自然 人文 加一就是吃好料 這三個重點 生 古 自然 生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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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記 生古字 生古字 你只要記 導遊 你只要記得說 台南有三加一的特色 生古字 生態 古字 自然 然後再加 吃好料 你抓住這個 你就可以有 在遊覽車上 你有很多講不完 你真的應該去當老師 以前我們 人家都叫我 林老師 林老師 你就林老師 林農 林農 就林老師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去當地理老師 或是歷史老師的話 我們會吸收很快 因為你譬如說 你到一個地方 你譬如說像台南 真的有很多古蹟 很多歷史 如果你就要講得很 就是背完之後 然後講出來 客人都會覺得你很無聊 我又不是在上課 比如說 全台灣第一個教育機構 在台南的哪裡 全台 數學 台灣最早的第一個教育 台灣的諸葛孔明 就是 陳永華 就是林農 公的這個滾書 陳永華 他在台灣 弄了一個 第一個教育機構 前台首學 現在就是所謂的孔廟 對 孔廟 孔廟 孔廟有很多故事 我看你的書才知道 我之前看到孔廟那個門檻 到底要為什麼那麼高 我到現在還找不到答案 我在玲瓏書上 終於看到答案 但那個答案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是說 在當地人講有趣 來你把孔廟講有趣一點 來孔廟 那時候 小時候 我請問 別人的寶廟可以打嗎 不可以啊 自己打的寶廟可以打嗎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嗎 寶廟都不可以打 因為 那是生命才不可以打吧 寶廟代表著門面 加封門檻 還有那個 以前很慎重 門檻下面是會擺那個 鎮 鎮 鎮食 鎮那個 保護東西 那是有 有神明加持的 不能採 所以小時候 若小孩子的時候 如果 在門檻的旁邊 一手摸著那個 蚊絲 然後在那邊 一上一下 完毛 突毛 才是說 坐在地下 兩隻手放在門檻上面 我摸到 他剛好 我阿嬤 現在手 手手 捏手 過來 撕下去 就 叫你不要打火燈 你說不聽 然後我們一定會講 為什麼不可以打火燈 我阿嬤一定會講 你小孩子有錢 沒錢 沒錢 小孩子有錢沒錢 後來長大開始當導遊 看到全台灣最高的門檻 就是口廟啊 為什麼有錢沒錢 後來我才想到了 為什麼我阿嬤會說有錢沒錢 因為我阿嬤也不知道 因為我阿嬤也沒告訴他 現在玲瓏當導遊 現在是哥哥爸爸曾威達 爸爸 什麼什麼 像我同事 幼稚園上了第一天回來 我同事跟我講說 頭上了第一天小孩子就跟你問人之出的問題 你都問一大堆問題啊 爸爸我是從哪裡來的 哇靠 你去問媽媽 媽媽我從哪裡來的 哇你去問爺爺 爺爺我是從哪裡來的 亂七八糟 只問你只問你爸爸 你們三個人討厭 老師每一個每一個問 人家小孩迷事說他通章話來的 我哪裡講 你們都不跟我講 我明天怎麼哥老師講 大人在那快點我還沒死 小孩子想問到東西 現在小孩子在問 爸為什麼門檻不能踩 你不能再說你小孩有聲無聲 現在是哥哥爸爸正味道 爸爸都要Google 要不然就看玲瓏的書 我一直以前三十年前 帶團到台南 也不懂得門檻為什麼那麼高 後來一次帶團到苗栗 苗栗 苗栗華桃堯的阿輝兄 就是那個創辦人 嘿嘿 他在講他的那個三合宴 講到門檻 哇 仔細聽 原來門檻的詢問在這裡 來來 這講給我落落等 我等一下還想講別的 大家買書來看 第一個是門 里外之分 比如說 我如果到你家去 我會直接踩入門檻 有人在嗎 登堂入室 這個沒禮貌 一定在外面 Everybody home 有人在嗎 里外之分 像如果兩個兄弟 兩個兄弟 然後結了婚 結了婚之後 這兩個太太他們之間 叫做走禮 離里外外 以前女子大門不出 二門不賣 嗯 里外之分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 哦 你要請 圓外 來來來 來這裡 來這裡 外面的門檻先進來 請你到客廳 客廳坐 客廳接下來進房間 它又是一個門檻 代表里外之分 你不能進門檻 嗯 沒有請你進去 你不能進去 哎呀 我們女人來 我們女人在房間說 我們女人在說事情 你女孩子可能被 你能掏心 帶進去房間裡面了 所以一個是里外之分 接下來門面加封 還有光耀門檻啊 都跟這個門檻有關係 臨門一角 門檻射線 你永遠無法達正 你仍然是在門外 嗯 但是你如果能夠 跨越這個門檻 表示你越過了另外一個境界 你看門檻又是另外一個境界 還有為什麼新娘子介紹過的 不能打人家門檻 對 裡面典故很多啦 這個我想 沒有沒有 玲瓏的書裡面有寫啦 其實如果說大家想要了解說 那個孔廟為什麼門檻會這麼高 應該就是全台灣最高的門檻在那邊 哦 我看了書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大家可以來買書來看看 哎呦 你今天有想要 就是透露一下嗎 啊 沒關係啊 這個 很便宜啊 四百八而已啊 你真的很可愛 還有為什麼孔廟有沒有 很多人可能有去過孔廟 孔廟沒有門帘耶 就是上面沒有人提字 是為什麼 這個觀老爺的廟 它的前面 沒有大刀 觀光面前沒有人敢耍大刀 是同樣道理 對啊 孔老夫子沒有人敢賣那種文章 對 對 對 了解 玲瓏之前沒有人敢說他是導遊 沒有 我不敢說喔 你講得這麼好 好啦 還有更多台南的故事 欸 這本書真的很厚欸 那真的把所有台南能夠講的 能夠玩的 能夠吃的什麼 全部都寫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看這本書裡面可以學到很多典故 好啦 廣告之後再來聽玲瓏 講有趣的台南故事 晴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使我養心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8月22號星期六下午5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POP有夠勁 我是宜沛 在我們節目現場是資深導遊林隆 出了這個來去台南這本書 好 台南還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你要推薦給大家 而且聽說你說台南漂亮的是運河 對啊 當初是這個最早的時刻 台南這邊是個台江內海 台江內海就是一個類似 系湖這樣子 所以你看安平古堡 我們現在在安平古堡看不到海對不對 那是因為這個曾文溪患濫走位了之後 泥沙塞啊塞啊塞啊塞 到變成海在很外面了 本來鄭成宮的船是直接開到安平古堡下面 跟著荷蘭的大炮直接對打的 現在你根本看不見因為塞住了 所以在早期的時候 以前那個船隻是可以順著這個台江內海 直接到達裡面來 然後在這個清條時就有弄了一個水道 就變成是所謂的硬核 後來又塞 塞了之後沒搞頭 日本人來了之後 這個一半可以用一半不能用 再打通 打通了之後變成有一塊地 就是所謂的救安品 變成是一個孤島 因為外面都是硬核 哦 了解 後來慢慢的國民政府來了之後 開發這個重劃區 十二座橋樑 現在的重劃區變成了 像台中的重劃區 大富翼人 十二座橋樑 然後慢慢因為也沒什麼人在插衣 以後都會泥沙衣塞這樣子 慢慢的現在因為把它弄成光光 開始圍下去 然後在其中有一段最寬廣的一段 是台南人每年集體在黑秀的地方 嗯 哈 黑秀 黑秀 好黑秀 好黑秀 滑龍舟 滑龍舟 欸 在你住基隆 基隆曾經有個阿兵哥啊 在鐵路那個鐵基路後邊 一個歐巴桑過來 嚇人了 黑秀啦 黑秀啦 歐巴桑 歐巴桑 嚇人了 拜託一下 黑秀 黑秀 不要啦 不要 這個搭船坐一圈 我建議你 如果你人品好 正好你去那天是潮汐剛剛好 是 搭那個黃昏愛之船 一個小時 然後從那個碼頭 碼頭就是那個大雨的祝福 那個地方開始出去 對 然後你會先遠遠看到那個 喔 林莫良媽祖 對 喔 媽祖的那個塑像 我也有寫媽祖 有有有 你有寫 我常在想 真正的林莫良 如果知道你把他沖得那麼大 那麼胃 那麼老 他一定說 你祖母29歲 公娘1歲的長漂亮 你把我沖得這樣 所以你想看真正的林莫良 應該是 呃 神明就不好意思講 有時候在拍這樣 你到那個林莫良公園去看看 對 其中有一個 塑像比較小的 你有拍出來啊 欸 就像鄧麗金一樣 對 其實很漂亮耶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啊 人家林莫良29歲生天耶 哪是那個阿嬤那個樣子 是因為這個 神明不會 拜拜嘛 沒來神明不會客人啦 然後阿嬤祖母 跟自己阿嬤這樣 這也是我寫書的 起心動的 讓你知道 在拜拜的時候 你也可以另外這種一個想法 是 是 是 因為很多事情是人 再給它加上去的 對 然後呢 經過一個金港 一個金港 其中有一艘船 叫做既得得氧舰 得氧舰 我上面有寫 有一個舰長 吳小姐有看我的書喔 當然我有 我有看啦 真的 書真的超級豐富 對 然後我有寫 我去看那 我們去得氧舰的 那個舰長的故事 對 這個 那時候那個舰長 在船上 他最大 然後出海出去 一次就好幾個月回來 他只要早上醒來 喊了一聲 水 那個小兵 嘴就水噴過來 有一天放假 回到家裡面 醒過來 在家喊了一聲 水 他媽在廚房 什麼事啊 啊 誰啊 誰在叫我 誰啊 他不知道 他已經回到家裡面來了 很可愛 我們都叫那個叫夜霸 夜霸 那一次 他們的活動 去到那個地方 奇怪 怎麼很多人 一直纏著他 艦長 請問這個當初 睡在哪裡 這個是做什麼用呢 我才知道 原來他是 德洋艦的艦長 對 然後接下來 再繞過去之後 我那時候 運氣真好 人品真好 看到有一艘 全世界最漂亮的 私人豪華遊艇 來自什麼阿曼王國的 我竟然會停在那地方 然後再過去之後 恍惚從另外一個世界 跟你拉到很古老的一個世界 就是他們自己的船隻 的北條 這樣咕咕啊 然後又有紅樹林 怎麼一個轉一個彎而已 就從那個阿曼王國地球最漂亮的那個遊艇 一轉身過來之後 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很有看頭 然後慢慢的進去 又有他們的遠洋遺傳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會進入到那個河道 解說員他們身上的speaker 小蜜蜂 節目也暗了 就是那個彈倒景旗的聲音 然後大家要趴下去 如果你沒有趴下去的話 你就會逃扣胸 對 逃扣胸 你知道嗎 船很低啊 不是逃扣胸 然後大家 那個很好玩 那個船 你頭趴下去 你手稍微舉高一點 然後那個經過橋底下就 就是可以摸到那個橋墩下面 很酷耶 你看如果它潮汐不對的話 太高 那一天的黃昏艾滋船 你就達不到 所以要看人品好不好 對啊 我那次去的時候 我正好看到 而且它到了那個 呵咻呵咻那個地方之後 它船隻就停在那邊 因為夕陽正好在西夏 讓你在那邊拍那個照片 真漂亮 真的 對 那如果說 您沒有辦法安排到這個的話 它還有50分鐘的 游安平港的 要不然游另外中國城區的 也是50分鐘 去擠擠看看 這是一個蠻新的 而且重點是台南被你講的 我就覺得好像活靈活現 好想要現在就去 因為現在大家沒辦法出國嘛 而且現在台南開了好多 那種很文青的店 也很適合年輕人去 我一直用感謝的心情 在讚歎歷屆的這一些大當家 館長啊 館長啊 有那個見識啊 那個眼光啊 否則都 聽說做父母官最好談的 就是土地啊 變成重畫區啊 再變更啊 很好談的對不對 他能夠把那些老房子 老街什麼 給它保留下來 對 然後呢 這個會經過抗議抗爭的 然後日本時代流下來 現在都變成 開發成一個非常好的景點 你裡面寫到神農街 我就超想去的啊 神農街 大家都一定還記得 中破曬啊 三八阿花 吹啦八 多舍啦喜發 就是在這邊拍的 是 對你可以去找那個場景 那個男主角 在那邊遊咧遊咧 很像皮的樣子 皮到那個他的麵攤來 對 白天 很有特色 晚上的時候 燈光一打開 現在很多很文青的 晚上那邊有咖啡廳喔 其实台南很好玩 很好拍 而且美食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讲到美食 没有人敢跟台南比 因为底印年代历史花样 都是它最厉害 就像你刚刚开头就讲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他专属非常好吃的地方 而且重点是每一个台南人 他们心中都有自己的list 那一天浩子 我就问说 台南哪一家三一面好吃 我答不出来 因为每一个人说的 都不一样是真的 你现在出了台南这本 你有没有预计下一本要出什么 实在是有一点难度 因为写书 不是现在想到了 就写两季 那个必须你要feel有到 心有安静下来 而且是 像我这种一支嘴 江山有多美就靠理科的两条腿 文物有多美就靠导游的一张嘴 我们是靠嘴巴吃饭的 变成把嘴巴吃饭的东西 变成输出文字那个多难你知道吗 同样的 你开YouTube频道 我有看到很多的作家 很会写文章的作家 换他来讲讲看 他讲话就不好听 他演讲就没什么意思 这个我能够理解 所以你知道吗 我要把讲的变成文字你知道多难吗 而且情绪没有到我是写不出来 情绪要到必须 咬我母后 整整天都没关系 心情要好 所以跟太太也有关系 心情要平和 老婆不会刁难你 对 然后你的心情处于一种愉快的状态 还要有feel 我又不是作家 我白天要接业务 要假日要带团 我没什么时间 真的可以静下来 可能Case没那么忙 然后我自己再有另外一根办公室里面 门关起来 不要吵我 然后有时候边写就自己会偷笑 边写边笑 很奇怪 这就是你会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会觉得 我一直想起 我那个很凶的老师 我们一达夜间部 我们夜间部是四年 他是曾经拿过师舵讲的 他讲了一句话 他教我们作文 他说 我手写我口 你嘴巴怎么讲 手就写下来就对了 我慢慢这样子累积之后 我就 好 我手写我口 事情大掉了 因为我所有的都是闽南语的思维 你里面其实有很多 我闽南语的思维 要如何把它转成国语 难度很高 你已经很努力在把你的那个口语 所以我知道这本书完全是你写 是因为里面 你听玲瓏在讲话 你看他在节目上 那些口语 他都有把它放在书里面 我说你很会问话 你真的是很会主持 你知道吗 我的第一本书啊 戴当啊 出版社跟我找了一个抓笔 抓笔就是我讲他写对不对 好讲完了录音录好了 他回去之后只教一篇哦 对 后来他跟出版社讲说 玲瓏的东西只有他自己写的出来 对 因为我们无法抓到那个使命 只有他自己知道 所以这本书才是你 我一看我就知道是你写的啊 因为你可以把那个口语化 尽可能的表达放在里面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穿插了很多 有趣的笑话 然后会让大家就是看了会会心一笑 那你要说这本书丰不丰富 人家已经从401.0写到0.4 你还说不丰富吗 要不要进书局买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再让你打一下书 书名叫什么 来去台南来去台南 来去台南 你那个书风其实很容易啊 因为玲瓏的脸大家都认识嘛 就是一个玲瓏的脸 然后那个他平常的招牌的那个头巾 然后站在卡打车 然后让大家去台南玩一玩 是啦 贫者因书而负 负者因书而贵 什么意思 来贫穷的人因为你有读书 你可能会翻身 对 有钱的人因为你读书 你会变得很有气质 是 有的这本书抓着他 自己到台南玩 好像玲瓏就在你的耳朵旁边 嘶嘶嘶嘞一样 有看有懂 因为了解而产生爱 是了解 我待会要跟玲瓏流赖 好不好 因为了解产生爱 我待会要跟玲瓏流赖 因为下次去台南 谁要来或是台东都可以问他 好 大家可以去书局带一下这本书 广告之后你要帮我们点一首歌 送给听众朋友 玲瓏会点什么歌呢 广告之后再来问他 青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好 今天在节目很开心呢 来访问到玲瓏 这本书叫做来去台南 希望大家都可以进书局 或是线上来购买一本 因为真的非常的丰富 最后玲瓏要帮大家点一首歌 点什么歌 Your song 演一首你的歌 路上哪响 是怎样 路上哪响就买你开心 各位红青浮路大声大声 我们以前纯正在进出港口的时候 我们现在都知道是 对 气敌声 气敌声 以前的纯正在出港就是敲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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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所以才是路上哪响 路上哪响就买你开 就买你开 那为什么我会跟台南结合在一起呢 因为在青春的时候 跟外国人修建 建书 之后要开对港通商口案 大陆的对港 大陆对港 他们其实一个礼拜开三次 8号 18号 28号 一个礼拜有三个八 所以呢 这个当这个 这个三个八之后 开了 那阿兔的女孩子也会下船 以前很韩系的中国人 看到那阿兔穿的低胸 什么 哎呦 穿得这样 有三个八 三八 三八 三八这么来你知道吗 是吗 是吗 是咯 学到好多 是咯 然后呢 台湾要附带那个天津条约 台湾附带两个 要开两个正港 两个富港 那两个正港就是安平港跟富维港 虎卫 虎卫就是淡水 淡水港 两个富港 一个是基隆 一个是高雄 所以我跟你说 这正港的 正港的就是安平港跟富维港 那时候大陆 丝绸过来台湾 阿兔是鸦片进来 是 然后呢 茶叶张老运出去 是 所以说这正港 正港的 说的就是台南 然后尊者在进出 所以说 路声哪响 也有那个 哪听着 好声 我们的心的开花 路声哪响 两种方法 好想成声哦 好不好 我听过他在现场尾牙的时候 唱过两次这首歌 真的是很震撼 他不做做 我就喜欢他 随便穿个假脚头 也可以演唱会 他都可以在台上喝红酒 你点这首歌 真的很有意义 又跟台南有关 又跟你这本书有关 又跟真杠有关 人家有做功课 不是 我们今天真的是 你是宝典 有没有在你身上 听到这么多 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 让这些小朋友 旁边的实习生 都学到很多 回去可以跟同学 聊很多故事 谢谢玲珑 希望大家都可以进书局 来买一下这本书 来去